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它复制到这里 是因为这句话真的非常重要 它是子网划分的一个核心思想和核心依据 就是将网络号位向主机号位借位来产生一个新的网络 新的子网 这个是子网划分必不可少的一个依据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在划分子网之时 必须要注意的五个数据 一 子网数 二 主机数 三 子网的网络位 四 子网的广播位 五 有效的主机数 那么去如何去具体的来注意它们呢 来看一下这张PPT 子网数2的X四四方 这个X代表的是掩码位数 减去主类的掩码位数 就比如在上一节课之中给大家举的那个C类的那个例子 192.168.1.1 这样一个C类的地址 但是呢 它的掩码是25.25.25.192 是一个-26位的子网掩码 这样呢 它的这个X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26减去它的主类掩码位数 也就是说呢 主类它是一个C类 减去24 这样呢 就得出来的是2 它的这个子网数 就是2的二次方 也就是有四个 然后第二项 有效的主机数 有效的主机数呢 就是2的Y次方减2 这个Y次方 这个Y代表的是主机位数 还是刚才那个-26的这个例子 它的这个主机数 就是2的六次方 减去这个2 为什么要减去2 这里就要涉及到两个支持点 也就是在上一张PPT 这张PPT之中的这个子网的网络位和广播位 所谓的网络位呢 就是说 这个子网的代指 这个子网是什么网络 是哪一个网络 就是它的网络位 这个网络位 是不允许 分配给主机的 然后还有呢 这个子网中的广播位 子网中的广播位 就是 在你这个子网之中 发送广播消息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广播 所需要用到的IP地址 这一个IP地址 也是不允许分配给 这里面的主机的 一般来说 子网网络位 就是这个子网的第一个IP地址 而子网广播位 就是这个子网的最后一个IP地址 所以呢 对于第五项 这个有效主机数 就是 在你这个子网之中 所有的IP地址 减去2 就是减去这个网络位 减去这个广播位 就是它的有效主机数了 所以呢 这个计算方法就是 2的外四方 减去2 就是 2的这个主机数 主机位数字密 减去网络位 减去广播位 减去这个2 就是它的有效主机数 第三个 子网号 256 减去10 进至子网研码 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子网号 就比如刚才那个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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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这个子网 它的子网号 0.192 它的子网号呢 就是256 减去 它的这个192 减去它最后一个 减去它的这个192 64 就是它的子网号 这个子网号呢 当然它说的这个子网号 我现在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指的是它第一个子网的子网号 就是说 25.25.25.减去 192 是64 那么它的 它的这个子网号 第二个子网号是64 第一个子网号是0 它 大家经过 这一系列的分 不是分成了 分成了 分出来四个子网吗 一共是四个子网 有效的主机位数呢 是2的六四方 减去 减去二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子网 它的有效主机位数 是 62个 那么 每一个子网的范围是多少呢 就是说 第一个子网的范围 是从192.168.1.0 到192.168.60 三 因为一共是有64个F地址 那第二个子网 它的子网号呢 就是 192.168.1.64 然后呢 一直到192.168.1.127 然后第三个网段 就是 192.168.1.128 到192.168.1.191 第四个呢 就是192.168.1.192 一直到最后 这是它的四个子网 就是这么划分的 所谓的子网号 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子网的网络号 即为它的子网号 广播地址呢 不是说广播地址 是这个网络 这段网络里边的 最后一个地址吗 所以就是下一个子网号 减去一 现在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还是这个 192.168.1.0 -24 这是一个C类的地址 现在呢 是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有一个部门 有一个公司 这公司有几个部门 销售部 要59台PC机 技术部 27台PC机 业务部 121台PC机 会计部 15台PC机 在我们划分子网的时候 划分子网 它肯定现在是要 划分成 一共是销售部一个 技术部一个 业务部一个 会计部一个 一共四个子网 划分这四个子网 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顺序 先给谁划分呢 先给主基数最多的划分 因为你在划分子网的时候 你是你上来划分成一个小的地址了 你小划分成一个小的块 你又要 你如果要是要把这个小的块 再组成几个小的 网络 网络块 去组成一个大的网络 那你又需要用到 CIDR的基础 非常麻烦 所以呢 我们直接上来 先给 先划分成一个大的 再之后 再可以再把这个大的 划分成小的 这样就会方便很多 所以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先给这个业务部 121台 划分一个子网 这样呢 是121台 既然是121台 它的需要的PC机 那么它一共需要的 这个IP地址 是多少 是121加2 为什么要加2 因为需要 网络位和广播位 这两个地址 所以就是121加2 123个IP地址 既然是123个地址 它对应的 这个 跟它最 最接近的 24密是多少 是128 所以呢 我们所要给它分配的这个地址 就是 128 所以 它的 它的 它的可用 它的 IP地址 它的 资网研码 就应该是 255.255.255.128 -25 这样的一个IP地址 这样的一个资网研码 而它对于 既然是先分给它的 所以它的 网络 所以它的网络的一个 一个网络地址 就应该是 192.168.1.0 -25 这样的一个资网 它的范围 就是从 192.168.1.0 一直到 192.168.1.127 这样一个范围 给业务部 这个IP地址 这段 这个IP网段 给业务部 然后呢 再分就给销售部 销售部呢 是59台 既然是59台 那么跟它最接近的 2的次密 是多少 是64 既然是64 那么 在之后 就成了 就成了 192.0 它的资网研码 就成了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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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这样一个 -26位的资网研码 那它的范围呢 就是 192.168.0 1.128 一直到 192.192.168.1.191 这样是销售部的范围 然后呢 技术部 技术部 是27台 既然是27台 同理这么分 那么它的范围 既然是27台 那就是32 对应的 最接近 它的词密 就是32 就是说 然后 但是这个时候 既然是32 那么 同理 我们就应该给它 分成一个 255.255.255.24 这样一个资网研码 然后 对应它的 这个 这个 资网的 网络位 就是192.168.192 会计部 同样如此 也是最后能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呢 就是一个子网划分的全过程 对于子网划分 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如何去划分出来这样的一个子网 只有你把子网划分清楚之后 你才能够说真正去学会去如何去管理子网 如果去构建这些网络 好的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